是針對住宅窃盜 可是如果你假設想要對其他的資材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延伸去練習 包含其他的像汽車、自行車 甚至是街頭搶奪案件 這個可以試試看 這個街頭搶奪案件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統計一下 到底台北市的哪一個地方最容易被搶 哪一區吧 搶奪案件是增加一千之類的 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資料應該是 這邊怎麼一個 好像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他放兩個 其他還有機車 甚至是其他的縣市 像台中 甚至像好像我記得有桃園的 也有住宅器 這裡有桃園的 如果你假設說 你想要統計一下桃園的話 不妨可以拿桃園來試試看 那一樣把這個資料下載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打開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今天主要練習什麼 就是先增加一個年 然後繪製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統計什麼資料 你先確認一下說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那你就透過什麼 透過函數的方式把它產生出來 比如說年怎麼產生的 我用lab的函數 那我區怎麼產生的 我用me的函數 所以點一下這邊就有公式了 那其中的報告部分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就自己找一個 不要用這個範例 要用到函數 有沒有像這個 然後另外的話這個區 那當然應該這個案例還蠻多的 反正就是把公式加到裡面 那你可以自己去找 比如說你覺得比較恰當的那個範例 那以前同學的心得裡面講最多的 就是說他其實花最多時間 是在找哪一個範例 因為他想做的不見得適合拿來做報告 所以他花蠻多時間是在找哪個資料是最適合的 OK 那當然你也可能會發生一些 怎麼講 問題 或者是一些你無法解決的 沒關係 你可以在心得裡面敘述 因為有的同學花很多時間 最後那些東西都不能用的話 那可是你做了這麼多 花了這麼多時間 那怎麼樣讓我知道 其實你可以在心得交代一下 也許你花了很多力氣 最後結果 嘗試的結果是失敗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失敗的一些說明一下 失敗也是一種下一次成功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是允許說你現在做不出來 不過你慢慢可以再增加自己的功力 慢慢以後問題就比較好解決 所以各區年 所以歷年切到折騰圖 那區的話 這個區的話就產生一個各區比例圖 所以今天等於會是兩個圖 OK 那你說老師這個 將來我想要統計的資料 可以再更進一步的話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其實 當然有啦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知道 就是各區 像中山區 到底哪些地方 那個切到案件是最 就是最多的 可是我如果想要再針對 中山區 這個區 去做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的話 那我要怎麼取得 那個中山區 它切到的資料 其實很簡單 其實樞紐分析表提供了一個 蠻好的功能 就是你只要在那個區的這個數字上方有沒有 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增加一個工作表 把476件的資料 幫你把它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快點兩下 有沒有這個476 點兩下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做哪些事 它就把476筆的資料 幫你在前面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476筆的資料全部都放在這裡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Ctrl向下 有沒有看到 它476 因為上面有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477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中山區 有沒有發現 區全部都是中山區 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個中山區裡面的資料 只有針對中山區部分 你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這個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OK 所以其他其實在統計的話 蠻容易 就快點兩下 它就幫你把這個區裡面的詳細資料都帶出來 那同樣的 歷年切斷這個也是這樣 這一年到底 切斷案件主要發生在哪裡 如果你只是想要針對104年的切斷案件去統計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快點兩下 這邊就104年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都104的 不會有其他年的 OK 你也可以再針對104年的 去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所以其實 樞紐分析表 它這個功能其實 蠻好用的 OK 那當然最後的話 樞紐分析表 我們今天的練習 主要就是把這兩個給做出來 然後給各位一個延伸的練習吧 就是說呢 這邊也不要有個分析 發生時段 這個是不需要額外再去產生的 那如果假設我想要知道一件事 到底一整天裡面哪個時間最容易找小偷 小偷最喜歡什麼時間出來就是行竊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排出前五名好了 前五個時段到底哪個時段是最容易找小偷的 當然如果以我們直覺來推估的話 小偷什麼時候偷是最可能的 應該比較聰明的小偷應該是什麼 人家當然要去上班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 可是白天好像比較容易被抓到 因為白天太亮了 所以你看那個小偷通常是半夜 所以會不會是晚上 然後什麼時候去偷最好 大家睡著的時候 所以 是不是這個我不太確定啦 不過呢 你們也可以 再根據剛剛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你可以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去統計分析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應該配合哪一種圖形 會比較容易呈現我剛剛講的 我想要找出發生時段 可能是前五個 最有可能的切到時間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呈現比較好 當然也許 不一定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但是你要能夠自己去找一個 比較恰當的一個圖來呈現 然後將來讓我一看 哇你這真的是表達的非常好 一個本來冷冰冰的數據 就是經過你的巧思 能夠很 有溫度的呈現出來 那感覺就蠻好的 所以你要怎麼呈現 這個我想你還是要 除了工具本身之外 你可能還是要結合什麼 你的 自己的一些嘗試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一樣有個作業 所以今天的作業 請各位就把這兩個圖做出來 那另外試試看 發生時段這個 去試試看吧 如果假設我希望能夠幫我統計出 哪個時段最容易招小偷 我當然最想知道這個是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我知道小偷什麼時候 最容易光顧的話 那我那個時段盡量就是做一些防護措施 這樣的話小偷自然就不太容易 所以你能夠透過大數據 得到的資料 其實就是可以幫助你這樣來做決策 有沒有 比如說你應該把 什麼時間 最容易發生 你如果把它擋下來的話 那基本上就比較不容易發生 切斷案件 因為小偷一看 奇怪 我本來晚上想去偷的 結果你反而燈我通明 那我想偷 我就打 可能會讓他的那個動機 就馬上 甚至有些裝置 像現在很多裝置 就是時間到自己開燈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乾脆弄一個時間到自己開燈 他小偷會以為說 這個時候怎麼會有人 對不對 那你可以在那個時段裡面 把燈打開就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解決 避免掉啦 有些小偷他可能有本來一個動機的 突然就被 因為你的這個開燈 而且其實你人不在 現在很多的裝置 其實可以直接控制你家裡的燈 有沒有 甚至可以 像我有裝 手機就可以去控制家裡的燈 可不可以開跟關 那如果你裝一個 那這樣就可以節省很多的 這個治安的問題 試試看